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W3CSS的第八期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标题 今天的标题就是多变字体 什么叫多变字体 就是说咱们在网页中显示的内容可以让咱们去自由的定制显示的字体 当然也包括字号了嘛,对不对 好,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支持点 今天的支持点就是W3CSS为我们提供了什么东西 首先说,默认的字体叫做Wordana 有朋友问这Wordana是个什么东西 它肯定不是中文字体 但是我给您找了一个Wordana的显示效果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就是它,大家请看 这个是一个英文字体 这是它的Wordana的显示效果 它好在哪呢 有人说看着非常的舒服 它非常像咱们最近流行的雅黑 有这种感觉 胖胖的 好,咱们再看 W3C为咱们提供的默认字体呢 是Wordana 提供的默认的字号呢 是15个像素 咱们国内一般的门户网站 尤其是新闻网站嘛 提供的这个默认的显示的字体 是这个送体 不过现在好像用这个仿 不是仿送 是这个雅黑也比较多 但是一般国内网站的字号 几乎我看青一色都是9像素 除非一些个博客网站 可能是12像素 15像素的还真就不多 这个是W3给咱们提供的默认值 咱们当然可以修改嘛 对不对 好,接下来 它给咱们提供的默认的行间距是1.5倍 这个有人说看起来是 对人眼来说非常的舒服嘛 如果这个行间距太近的话 这眼的看起来就非常的累 如果行间距太高太远的话 那脖子就很累对吧 你经常得动脖子看嘛 对吧 好,这就是他给咱提供的默认的字体字号 包括行间距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 咱们想定制字号怎么办 W3C呢 给咱们提供一套默认的字号 咱们一起看一下 第一个 Tini 熟悉英语的朋友都知道 Tini是什么呀 就非常的小啊 微小啊 很小的感觉 那么它呢 给咱们提供的最小的默认字号 叫做Tini 接下来 Small Small也是小 有多小呢 比Tini大一点的小啊 然后再接下来 是Medium 这是中级字体 这个呢 是咱们默认的字号 也就是说是15像素 然后呢 是Large 大 再大再大超大 包括Jamb 这是最大 幻灯片屏幕 电影屏幕的大小 叫做Jamb 好 这个呢 是W3C给咱们听的默认字体 那么这都怎么用 该怎么用 别着急啊 咱们马上看一下今天的综合力 综合力呢 今天的综合力 是有几个知识点啊 咱们先从上面看 第一行 这是个什么 这个例子中 我给您介绍了一个叫做 使用外部字体的概念 那么这一行 就是引用什么 引用Google的外部字体 Google的在线字体 不过Google网站 可能在国内来说 可能被强调了 希望您能够通过科学上网的方法 找到Google 好 这个话题咱就不再说了 接下来 接下来呢 咱们为咱们的网页 定制自己的字体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写上了 我呢 为咱们网页中 HTML Body H1到H6呢 定制一个咱们自己的字体 不过初期值呢 我把它屏蔽起来 为什么呢 咱们先看一下 网页的默认显示效果 以及我设置字体后的效果 一会咱们会看到 下面这个地方 这是什么 这个呢 就是引用Google 一个叫做Tangarin的这么一个字体 这个地方呢 需要为这个字体定义呢 一个类 一个CSS的类啊 下面呢 咱们也会看到它的使用方法 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HTML的部分 首先一上来 是标准的H1到H6的显示 然后呢 我会把我的定制字体打开 咱们会看到 这个H1到H6 网页的默认字体 以及我定制的字体 有什么区别 接下来是DIV DIV是显示什么呢 是显示字号 大家请看 刚才跟您说的 W3 Tini Small Media 到最后的Jamb 它都有多大 在这个例子中呢 咱们会看到 最后呢 是外部字体 也就是说 咱们呢 网页中 并没有 比如说啊 什么叫外部字体啊 咱们网页中 比如说引用了一个客户端 并不存在的字体 那怎么办呢 那网页看起来 非常不美观 那咱们不能保证 咱们用的字体 客户端都有吗 对不对 那怎么咱们想应用 想应用一些个漂亮字体 还让客户端看到 该怎么办 就要用到外部字体 谷歌呢 就给咱提供了一个 外部字体的功能 咱们可以随时的引用 字体呢 也是非常的多 而且呢 漂亮字体呢 不在少数 非常的好啊 这个地方呢 是演示如何使用 谷歌类的外部字体 好 这就是大概今天的例子 咱们拷贝过来 咱们拷贝过来 咱们拷贝过去 然后呢 咱们实际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我放到我的HTML当中 这个是页头的部分 稍等啊 我把它对齐一下 然后我把HTML部分呢 也拷过来 好 接下来 咱们就要实际运行一下 咱们的多变字体啊 咱们试一下啊 走 今天呢 是第八课 好 咱们看一下啊 大家请看 首先呢 是H标记 那请看 这个呢 怎么样 怎么样 是默认的字体 What the呢 对不对 好 再接下来 是DLV呢 这个是各种字号 Tini Small Media Large 到最后的JAMP 屏幕 最大号 银评号 电影字体号啊 然后再往下看 下面呢 是Google的外部字体 Google呢 给咱们提供了一个字体集合 在这个网站 咱们大家呢 可以参照 由于我今天的网络原因 可能上不去啊 我这也被强了 上来上来了 这两天 我这网卡有问题啊 这个呢 是Google给咱们提供了一个 在线字体 非常非常多 有多种呢 我看它应该是哪写着 这儿 大家请看 目前给咱们提供了818 我还得吉利啊 818个字体 非常的美观 您呢 可以选择参照 当然也可以下载 好 咱们不看Google了 咱们回到今天咱们的页面 我选择了这个字体 大家请看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Make the web beautiful 让web变得更加的美丽 我用这个字体 同时呢 给了三个字号 什么字号 咱们看一下 给了一个large XS large 然后呢 3X large 包括JAMP最大 这个就是说 引用字体吗 大家请看 我在这个地方 引用了Google字体的类 这个类在什么地方定义的 刚才跟您说了 在这个地方定义 这就是咱们今天大概的例子 应该不是很难 最后 我呢 把这个 我定制的字体打开 咱们看一下 我定制字体的效果 首先说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是瓦蛋的 末日字体吗 对不对 好 当我点击定制字体的时候 咱们看 Go 哦 看见了吗 变成了咱们定制字体啊 这个字体呢 因为我是英文系统嘛 这个英文系统中是默认的这个字体 所以呢 这个地方被设置上 但是下面大家注意看 并没有改变嘛 为什么 因为下面的咱们特殊 为下面的DNA定制了Google的字体 所以呢 它并不会发生改变 其他的没有定制字体的部分呢 会随着咱们页面中 默认的字体的部分的改变 而变化 这就是设置字体字号 应该不是很难 希望您呢 能够听明白 好吧 今天的课程呢 就是这么多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 供您下载参照 那今天这个课程就在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